中国官方在1月21号宣布的2018年经济成长率为6.6% 这是从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香港南华日报近日的报道 中国市场在受到了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之下 经济的确全面地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南华日报指出 中国政府在去年12月公布了地方官方失业率为3.8% 该报告书表示失业率呈现良好的态势 但是报告中却将2000元的低收入定义为中等收入阶层 受到了各方的批评 也使得很少人愿意相信这一个官方公布的数据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下属研究所的调查资料显示 出口企业分布集中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大城市的新增工作岗位的供应 同比地减少了36% 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就业情况更加不乐观 新增的工作岗位的供应同比骤减了77% 该调查显示 西部内陆地区代表产业城市重庆的情况 如实地体现了当前严重的就业困境 重庆最大的雇主之一汽车制造商长安福特 因为中国汽车内需市场的严重萧条 从去年底开始解雇临时合同工 根据一位长安福特的工人表示 据他所知 就有超过130名的合同工被裁员 剩下的人因为夜班取消了 工资也减少了 像汽车制造商供应零部件的企业 同样也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困境 也在采取裁员的措施 重庆市为了维持稳定的失业率 今年还需要创造60到80万个 新增的工作岗位 但是是否能够实现 仍然不知晓 虽然中国官方数据 表示了中国就业市场 展现着良好的态势 但是从学术单位的数据来看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现今中国内需市场也相对疲弱 整体经济下滑 恐怕是最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明镜电视记者李倩瑜 整理报道